水熊虫 是属于缓步动物们 学名Tardigrata的一种小型动物 分类上接近节肢动物 具有超强的生命力 在恶劣环境之下可以进入隐身Cryptobiosis状态 能够抵抗高温 低温 辐射 真空 或高压 号称生命力最强的动物 是第一种已知可以在太空中生存的动物 这次让我们来观察水熊虫 首先 先下载水熊虫的字卡图片 接着以Android手机下载水熊虫Waterbear App的安装软体Wbear.apk 有67Mbps左右 下载之后进行安装 可以得到Waterbear的App 然后执行它 使用手机的摄影机扫描水熊虫的字卡图片 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水熊虫的外部形态 首先 先以放大件与缩小件 将水熊虫的大小缩放至适当 然后 再按下自转件时水熊虫自转 来大致上观察它的外形 水熊虫有记录的种类大约1000余种 个体大小在50尾米到1.4毫米之间 大部分不超过1毫米 体表有角质层 为几丁质成分 具有头部与四个体结 四对角 末端有爪子 吸盘 或脚趾 我们可以靠近观察它脚的部分 这一种水熊虫 它脚的末端是爪子 接着 靠近观察它的头部 水熊虫没有眼睛 但有一对眼点 眼点由单个色素细胞组成 据感光功能 在显微镜下观察透明的虫体时 较易观察到 口的周围 有吐起相纯的构造 被认为可以伸缩取实 接着我们按下构造键来观察水熊虫的内部构造 水熊虫具有消化系统 生殖系统 神经系统 排泄系统 与肌肉系统 没有独立的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 由充满体液的体腔产生循环和呼吸的作用 口部具有特殊口气 称为口针 可穿刺藻类等生物 以烟产生吸力通过口管吸取植物之一 前肠具有多个成对线体 薄壁食道连接中肠 有些种类在中肠与末肠之间还有马饰管 用以调节体内渗透压的平衡 神经系统 聚烟上下神经节 烟下神经节和腹部四个神经节相连 肌肉细胞长形 硬体结而分布 水熊虫通常雌熊一体 大多形孤雌生殖 也可以有性生殖 性线开口于肠道 或有向外开口于肛门前 做好春天 赋考虾 颜粟 钢捜 丁 ons九度 拉ast晾 理念教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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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Coke